台中市海线地区即将迎来第一间国际品牌酒店的开幕 政大金玉金香酒店也推出了趣味真彩的模式招募精英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拥有国际化品质的服务和环境吧 目前台湾疫情松绑国旅市场非常夯 许多饭店旅馆经常客门 作为台湾第二大都市的台中市海线地区却一直没有星级酒店 不过2022年10月台中无期地区的政大金玉金香酒店就要开幕 执行长陈定宏表示台中港区这几年来有超过200家风电产业链进驻 加上旅游市场旺盛 政大金玉金香酒店开幕之后可以满足海线地区的需求 那特别我们是加入了金玉金香四星品牌的一个饭店 所以未来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将会是整个海线第一家国际品牌饭店 那我们未来会引进跟国际接轨的相关的服务跟管理流程 为了迎接10月份的开幕政大金玉金香酒店 8月24、25两天下午2点到5点会在政大会议中心招募员工 包括餐厅外场服务一到三级厨师 客户接待、房屋公卿等一线人员职缺 为台中市观光旅游业注入心血 那预计征材人数会达到40人以上 那从最基层的员工一直到最高层的人 是主厨公务主管的部分 我们都有进行征材的活动 陈定宏执行长说 台中市有280多万人口 也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海线地区还有镇南宫 台中港山井Outlet 高美湿地 无期观光渔港等旅游景点 这一次政大金玉金箱酒店 跟台湾港文公司旅馆国际会议中心合作 推出国际连锁住宿品牌 预计2022年9月底市营运 第四季的10月份开幕 应该会成为中部海线地区 一颗耀眼的星星 记者肖有金、肖朝全、李嘉津台中报道 那是进行市营运的部分 小时候母带来自叫尴会 二十月份上的12月和计划 1945年10月18日 地区 中文旅行 四日 二十月 二十月 一 二十岛